这是事故发生后 交警调取的现场画面 两短群女孩半夜醉酒压马路 霸占机动车道拒不让行 反手还述终止言语侮辱 挑衅来往的司机 结果反遭女司机一脚地板油 以140脉的时速 当场将两人操飞18米 足足翻滚了720度才摔翻在地 其中一人原地升天 当场离世 而另一人颈椎一下全部瘫痪 几乎成了职务人 本以为司机这一次 肯定要被判死刑 可没想到法院最后只判处了 女司机六年有期徒刑 那么女司机和这两人之间 到底有何矛盾 为啥如此严重的罪过 却只轻描淡写判了六年 大家听说过陆怒症吗 见过陆怒症发作 有多么可怕呢 相信大家和小编一样 都对陆怒症恨之入骨 因为这些陆怒症司机 就是马路上的潜在杀手 一旦暴脾气上来 可能对无辜之人 随意造成枪害 但大家知道吗 很多陆怒症 都是被逼出来的 女司机方方 正是视频当中的 赵氏女司机 方方是东北人 提起火爆 但却为人正直 毕业之后 就找了一家自媒体公司工作 可老板却疯狂压榨员工 方方作为被压榨的一员 每个月拿着不到四千的工资 却要身兼数职 干着好几个人的工作 这天方方又照常在公司加班 时间一晃来到了晚上九点 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家里的噩耗 到晚上九点尾